这个主题我们要介绍生命的现象会有什么特征 我们先来看什么是生命跟非生命 在地球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物体 像花色彩鲜艳 还有看起来都不会动的岩石 所以我们很容易区别花跟岩石之间的差异 所以花是火的 还有生命 岩石是没有生命的 但老师问你 什么叫做生命 什么是火的 这个问题我们无法以简单的话来形容 所以当我们将生命跟无生命的物体做比较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具有生命的物体会具有共同的特征 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生命的共同性 第一个 会具有生命的现象 而生命的现象包含了代谢 就是形成代谢 待会我们会一一介绍 所以这些视频就发生命是最后一介绍对此外学校的 falando 接受环境的刺激 所引起的反应 包含了运动 再来是繁殖后代生殖 而除了生命现象之外 它们的共同性还具有相似的化学组成 还有组织化的构造 组织化的构造就是由细胞形成的组织 组织在组成的器官 很多个不同器官在组成的系统 我们来看个图片 火星到底有没有生物 到目前一直在争论 阴谋论者他认为说火星是有生物的 但科学家他持有保留的态度 美国发射了好奇号火星探射车 他传回来了很多照片 其中有些照片显示的火星上好像有生物 或者有外星人 但科学家说那个是石头 我们看一些比较经典的照片 像这一张 它把它叫做火星老鼠 还有这一张 看起来像蜥蜴 火星上的蜥蜴 还有这一张是1976年拍摄的 火星上的人脸 所以如果科学家从火星采集到生物的样本 带回地球的时候 他应该已经死亡了 所以我们无法由生命现象来判断 所以科学家可以从化学组成来下手 如果他是有机物 他可能就是生物了 接着 再用显微镜的切片观察那构造 如果出现类似细胞的构造 而且进一步构成的组织 那科学家大概就可以宣称 发现了太空生物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各种生命现象的定义 首先是新尘代谢 它的定义是生物体内所有物质跟能量转换的过程 我们依照三个观点来比较 首先是物质的转换 合成反应跟分解反应就合称新尘代谢 同时进行 合成就是将小分子变成大分子 比如说光合作用 干糖的形成 那分解的话就将大的分子分解成小分子 呼吸作用还有消化作用 再来能量的观点 会有吸热跟放热的反应 吸热就是吸收能量 放热释放能量 好像光合作用需要吸收光能 而放热反应像我们的呼吸作用 再来我们依照生物的体质 分成同化代谢跟液化代谢 所谓同化代谢就是消耗能量 然后利用物质来合成 生物本身所需要的化合物 例子就是光合作用跟干糖的形成 光合作用 利用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还有根部吸收了水跟无机缘 在液滤体中行光合作用制造养分 干糖是利用Proton所组成的 好再来液化作用 就将物质分解成更简单的化合物 过程中会释放出能量 像植物的细胞 行呼吸作用 分解物质 供应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 像生长跟生殖 好这也写呼吸作用 老师特别补充一下 这个合成反应 将小分子变成大分子 不一定是吸热 比如说氢气跟氧气 化合成水 氨跟氯化氢 化合成氯氨 这属于酸碱综合反应 这是一种放热 所以这里写下 合成反应 不一定是吸热反应 好再来我们再比较这两个 铜化代谢跟合成反应 看起来都是小分子变成大分子 但铜化代谢 不一定是合成反应 比如说我们铜化代谢 为了要长肌肉 我们就需要先将吃入的食物分解 然后再合成体质 好第二点我们来介绍 这个叫生长跟发育 当生物体铜化代谢的速率 大于抑化代谢的时候 这物质会积聚 使生物体的细胞体积变大 质量也变大 这我们叫生长 但是不是所有的体积变大 都叫生长哦 像中鲁石是属于无生命的物体 它会逐渐增加它的体积 这是因为借着物质的外加 而增大体积 这个叫做外部的添加作用 这种添加作用跟生物 将物质填充到细胞内部的生长 是不一样的 所以中鲁石的体积变大 不可以说是生长 再来第二点 个体成长的过程当中 除了细胞素的增加 还会涉及到细胞种类的增加 细胞种类的增加 也就是细胞分化 比如说皮肤细胞可以保护我们的躯体 眼睛的细胞可以让我们看到外界的景象 我再来我们介绍成熟 是指抹器官在右脸的时候没有功用 但长大之后分化出更多的细胞 使得器官发挥的功用 这种最后成熟的器官 一般是生殖器官 所以生殖器官的成熟 就代表个体的完全成熟 我们来做个笔记 生长跟发育的差别 生长就是细胞体积增加 而发育包含了细胞分裂跟细胞分化 细胞分裂就是细胞的数目增加 分化就是细胞种类跟细胞分化 分化就是细胞种类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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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点我们介绍感应 定义是生物体感受到环境的变化 而产生反应 所以这个感就感受 硬就反应 这样可以适应环境的变化 以利生存 我们举一些例子 植物具有相光性、相地性 还有植物的寝性 有豆科植物的睡眠运动 还有像寒羞草的触发运动 还有动物的驱性 像飞蛾 驱向火源 蚯蚓会有背光性 还有动物的反射 像瞳孔反射 漆跳反射等等 而环境的刺激 有分两种 物理跟化学的刺激 物理刺激 包含了像光、温度、压力、声音等等 而化学的刺激 包含了空气、土囊 还有水中酸碱度的变化 好,再来第三小点 感应也包含了运动 运动的目的 是为了寻找食物 或者寻找配偶 或者躲避敌人 而这些运动器官 包含了像腿啊 翼、翅膀、鱼的鳍 还有像低等生物的鞭毛 还有变形种 生出胃主 以做变形运动 植物的话 运动比较不明显 但有些植物细胞内的物质 会流动 这我们叫细胞直流 好,最后我们来介绍生子 生子的定义就是生物体产生相似的新个体 使生物的个数可以增加 清代的遗传特性 传给子代 这样可以延续族群 所以这个生子 包含了无性跟有性生子 好,我们来看范例 B 有关生长发育的叙述 哪一个对的 A 通常同化代谢 高于育化代谢的时候 表现生长没有错 B 所有体积增大都生长 这错了 刚举的例子 像中乳时 体积变大 这不属于生长 好,再来C 细胞体积变大 是一种发育的现象 不是 发育的现象是细胞分化 种类变多 好,再来猪 发育是指细胞数目增加有分化 对 1 生长伴随着发育 没有错 注意 下列哪些是生命的现象 好 A 酵母菌把葡萄汁发酵成葡萄酒 需要酵素 对 B 一家烤肉万家香 这是扩散作用 C 植物的尾管素中的导管 导管是一种死细胞 细胞写cell 借着毛细现象使水上升 毛细现象是物理现象 这个不是生命现象 再来猪 水运槽 叶绿体的流动 这是一种运动 细胞直流 再来1 菲尔的趋光性 对 趋性 就是感应 变形种 一分为二 这是生殖 中乳死 变大 这不是生长 再来病毒 借着花粉的传播 I 菌在光照下 表现出相光性 相性 是 再来 高丽菜 泡在盐水中 呈萎缩的现象 这是一种水的渗透作用 物理现象 再来K 变形种的位主 这是运动 下列有关新陈代谢的叙述哪一个对的 我们看A 生长跟新陈代谢有关的 是对 再来B 新陈代谢是能量转换 儲存 运用的过程 对 再来 包含了铜化跟异化代谢 对 代谢就需要酵素的参与 再来 1 新物质的加入 旧物质被分解 没有错 再来F 是维持生命的基础 对 再来 受精卵的发育 只有铜化代谢没有异化 错了 都有 再来H 氨基酸合成蛋白质 小分子变大分子 同化代谢 对 人禁止之后 食物的消化 会先溢化 然后再同化 这个表是抹生物在不同时期的时候 体内蛋白质新成代谢的情形 然后已知蛋白质是体内有机物中 最后被利用供应能量的物质 回答问题 第一个哪些时期有生长的现象 铜化的速率大于溢化的速率 所以夹丙 第二小题 生物在哪个时期 最可能处于饥饿的状态 要饥饿 所以只有异化代谢的速率 所以应该是猪 没有同化代谢 只有异化